Incredible 好 所以剛提到 調實差也是 很多人會利用 這個 褪黑激素 Medatonic Medatonic主要是跟 食差有關的睡眠 我也跟大家講過 調實差很簡單 就是不要去調它 就是不要去调它 如果你们常常出国旅行 就会知道 哪一种调时差最好 比如说你要飞到欧洲去 飞到那边刚好到早上 如果台湾半夜出发 就是早上就开始 全部活动 当成白天 当成白天 所以以前跟大家讲 调时差的最好方法就是 连调都不要调 你唯一要调的 就是用睡午觉来调就好了 就是午觉稍微睡长一点 午觉稍微睡长一点 就是用睡午觉来调 有时候你 每天一直要调 所以你看那些 常常两地跑的人 只要开始调时差 调个十天半个月 都调不过来 有人听过还调过三个月 调三个月的 一辈子都要调时差 所以刚讲 以时差式的睡眠 你用睡午觉来调 你一到当地 就马上用当地的时间 马上投入当地的活动 然后告诉自己 我前天晚上 根本就没有睡不好 有没有 就自我欺骗了 每天有自我催眠了 因为身体比你以为的 其实是更厉害的 我先再继续讲 因为我怕等一下忘了 赛斯心法不断地强调 分段睡眠 这跟现在医学不一样 有些失眠的人 医生会告诉你 尽量不要睡午觉 晚上才睡得着 各位这个观念是错的 我再强调一遍是错的 午觉尽量要睡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最多一个半小时 不要多 不要多 我妈妈常常晚上都说 她睡不好 因为她睡午觉 有时候睡三个小时 两点睡到五点 因为理论上才讲 你睡一个小时的中午 就抵得上晚上两个小时 所以你本来晚上 睡七个小时的人 因为你睡了一个午觉 一个小时 你晚上只要睡多久 五个小时 这样明白了吗 所以你中午 如果睡三十分钟 你晚上就至少抵 一个小时以上了 有没有概念 所以分段睡眠 一定要慢慢养殖这个习惯 分段睡眠 它不只是为了生理的现象 大家知道 有些毒素 要在睡眠的时候 才能排除 它在排毒 还有说美容教 所以我叫美容教 有助于排毒 它有助于 让脑神经不要衰弱 脑神经不衰弱 甚至有助于 预防老人痴呆 来 各位 这不是医学研究 是赛斯心法里面提到的 为什么 因为当你 不是睡一个长觉 睡七到八个小时 你把它分成两到三次 它会让你的意识 跟自我 跟心灵 靠近 你不会把自己 跟潜意识 过度的 区隔 你 很容易 可以得到 内在心灵的 滋养 你更能 创造性的 使用 潜意识的讯息 所以各位 你仔细听 常常从事 音乐创作的人 艺术创作的人 或所谓的 自由工作者 写作的人 或是比较 用脑力的 高阶的 创意人才 他经常 就是分段睡眠 他经常 就是分段睡眠 因为我以前 跟大家讲过 常常很多 很伟大的医学发明 人类历史上 很伟大的发明 都是去睡觉 然后突然 有没有 所以人类 大多数的灵感 都是在梦中得到 在梦中得到 好 那分段睡眠的 好处是什么 调整你的 内分泌 再加上 少量多餐 调整你的 胆固醇 调整你的血糖 而且让你可以 更有效的 使用你的什么 脑力 脑力 你更不容易 神经衰弱 各位 因为 因为长期清醒 人会变笨 说一说 呆呆呆 知道吗 人家呆看 便知道 呆呆呆 是 因为你把意识 长时间的 留在省时时向 各位 你要知道 意识是从哪里来 意识是从潜意识来 潜意识是从心灵来 是啊 那你必须让意识 各位 因为意识 留在省时时向 是很累的 是很累的 就像小朋友 一堂课是50分钟 为什么 因为意识 专心的50分钟 就要开始散掉了 就是你不可能 把意识 强烈的聚焦 在物质时向 强烈的集中精神 太长的时间 不行 各位 就像身体一样 你不能让身体 饿太久 也不能让它吃太饱 不能让它饿太久 也不能吃太饱 最好的饮食方式是 让24小时 肠胃 都平均运作 而不是一餐吃太多 下一餐又都不吃 各位 要么就菜撑 要么就营养 接不上 睡眠也是 你要常常让你的自我意识 能够回到它的潜意识去充电 不然这个自我意识 就会觉得自己很孤单 各位就好像 我打个比喻就知道 就像嫁出去的女儿 你们现在真的都一年 初二回娘家一次吗 你们想回去就回去吧 你们都很不听话 对不对 甚至有那种 每个礼拜都回去的 有没有 有啊 你每回去一次 好像冲一次店 那种感觉 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对于 目前人类的意识的状态 它 如果你 你每天只睡一次觉 假设睡七个小时 好 那么你有大概 好 24-7 17个小时是清醒的 各位 这17个小时 你起码要休息一下 很多 你们看到报纸上的那个猝食症 有没有 它都是 长时间疲劳工作 中间没有休息 不行 你至少要喝个下午茶 好 你正式没有睡着 至少你 手机拿出来 听徐师的冥想 半天有没有 各位 你至少半个小时 你让自己放松 因为你们一定有一种经验 好 就是 你要睡午觉 你没有睡着 可是突然进入一种 很舒服的状态 有没有 对 那就是入定的意思 好 像我上个 上上礼拜去 大陆 上课 好 我在飞机上 就 没有睡着 突然进入一种 半醒半睡 半醒半睡 那大家知道 最近徐师在跟 卫生局有点 意见不同嘛 好 之前真的 情绪非常的 不舒服 好 不舒服 所以在那个飞机上 我就突然进入一种 内在的状态 跟内我连结的状态 好 时间可能没有很长 搞不好只有五到十分钟 各位 你进入跟你的心灵 连结 然后 整个身体是 暖和的 是放松的 在那个状态 你会觉得你重新被充电 而当你从那个状态 离开的时候 各位 就是你突然觉得 所有的身心压力 瞬间怎么样 开起 各位 对不起 这就是修行 这就是修行 所以修行人 跟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 修行人 他可以透过某个 跟心灵的连结 而让一个 你可能一般人 要烦恼三年 烦恼三个月 他可以在一个 跟内在连结的过程当中 瞬间怎么样 化掉 瞬间化掉 好 我再回到刚讲的 分段睡眠 分段睡眠 有点这个意思 你纵使是 睡着十分钟 可是你的意识怎么样 回到 内我 你在那个状态 身体做排毒的动作 然后 进入潜意识里面 意识的自己 更容易 能够从潜意识当中 得到支持 跟疗愈 因为你长期 把意识 留在物质实相 最后你会导致 无力感 导致开始 恐惧死亡 恐惧生病 焦虑不安 那个焦虑不安 是因为你离你的内心 越来越 遥远 越来越遥远 甚至 开始 在生跟死当中 建立太大的距离 在 物质跟心灵当中 落差太大 你会开始觉得 不安 没有任何原因 纵使你 财产也够了 工作也稳定 你就是觉得自己 心不安 搞操还 搞操还 脑神经衰弱 烦恼多 那每次都想负面 是不是 各位是 尤其是 你有没有发现 年纪越大的人 烦恼什么 越多 我一直告诉大家 当你们开始 进入 在世心法的学习 你应该年纪越大 烦恼越少 没错嘛 小孩子应该 烦恼最多 因为未来太多事情 要去处理 各位 你们未来 也没什么事 要处理 你们 你还有什么事 要处理 你该结婚的 也结婚的 不该结婚的 嫁不出去 也嫁不出去 你们该工作的 也工作差不多 钱也赚得差不多 该赚不到的 也赚不到 你们未来 还有什么事 要处理 有没有 孩子也都生完了 生不出来 也生不出来 没错 所以人是不是 年纪越大 应该事情越少 可是你们是 越少还越多 来大声说 你们是 越睡得早 还是睡不着 睡不着 所以是不是 头壳坏掉 我没有讲错 人其实应该 年纪越大 烦恼越少 因为他 离开的时间 越来越短 应该越没有事情 没错嘛 可是有没有老人家 也搞不自好 什么时候要死 搞不好明天就死了 今天烦恼没有很多 那你在烦恼什么 你就剩一天的 你要烦恼什么 没错吧 小孩子跟青少年 因为未来很多东西 都要烦恼嘛 还没结婚 学业还没完成 还没生小孩 事业也还没找到 也不知道做什么行业 也会住哪里 做什么行业 一个月赚多少钱 买不买得起房子 太好多事要烦 你们现在买得起 也买了 买不起的也买不起的 你还要烦什么 可是你有没有烦 来 什么病 神经病啊 各位 没错 所以真的 随着年纪越大 理论上你 离开 你要离开地球的时间 越来越短 你应该 所有俗世的烦恼 是要越来越少 可是 我们不是哦 我们反而怎么样 会多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 年纪越大 越容易失眠 是不是 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 所以失眠很多 当然失眠 我们从学理上来 还要讲 它是内外科疾病 可能是电解值不平衡 可能是一些 化学不平衡 可能它因为 有些疾病 会导致失眠 电解值不平衡 都会 所以失眠很多原因 那些学理的部分 你们自己去Google 现在Google 什么都有 我讲一些Google 都查不到的 Google查得到了 你们就听 其他的 二流的专家 去讲就好了 所有知识的 都不用再讲了 你听专家讲 这些知识都不用 都查得到 你查到 比那个专家 讲的还多 明白了吗 所以现在很多专家 都不知道要讲什么了 因为说他讲的 上面都查得到了 你查到 还比他拥有的资料 更多 因为云端上都有了 那没什么好讲的了 包括失眠的学理 跟什么 Histamine Dopamine Dopamine Gaba 各位 当然都有关系 你自己上去查 没意思 所以我刚讲 你们一定要养成 分段睡眠的习惯 来各位 像我就一定会执行 比如说如果我看门诊 我看到12点结束 我一定会尽量 在半个小时内 吃完午餐 这样我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睡觉 那我当然不一定 每天都睡得着 有时候睡着的时候 没睡着 可是当你没有睡着 你会进入一种什么 一种 潜意识的状态 就好像我们在冥想 我们在入定一样 我们在冥想 在入定一样 那当你在醒过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自己 活力充沛 就好像你永远 energize 很有活力 所以基本上 所谓的分段睡眠 它代表了我们的意识 跟灵魂之间的一个 它更有弹性 让意识更熟悉 在不同的实相当中 来回的这种感觉 来回的感觉 而有意识的自己 来仔细听 有意识的自己 将更能汲取 内我的爱 智慧 慈悲 创造力 喜悦跟什么 神通 就是意识我 跟 内我 或潜意识我的 距离会缩短 而意识的我 更能从 内我的层次 得到更多的 爱 智慧 慈悲 创造力 喜悦 跟神通 它其实本身 也就是一种修行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们有可能 各位尽量都养成这个习惯 我知道很多上班族 都利用中午去办事 有没有 如果可以尽量不要 纵使半个小时 你也不一定要睡着 听个音乐 学师的冥想 有没有 拿起来听 现在搞不好都已经 两万人了 两万人了 因为我要到美国去了 我那天还 上个 这个礼拜还录了四集 还录了四集 许师的冥想活动 还没有参加 可以参加 因为这个东西 也帮助很多同学 包括我跟大家讲 以前我在医院 一个同事 一个家医科的主任 我很高兴 各位 他吃了十几年的安眠药 他本身是家医科的主任 吃了十几年的安眠药 后来跟我说 徐师 你那个网路冥想 真的很棒 我说怎么了 他说他现在 已经戒了 四个月了 他已经四个月 没有吃安眠药了 他本身是医生嘛 在医院任职 对 他四个月 已经都不用吃安眠药了 就听那个冥想 各位 我就 因为你知道 自己是同行 他又是医生 他当然不会安慰我 很棒 如果安慰我说他 当然不会说谎啊 所以我就觉得 还蛮感动的 好 我再回到讲 分段睡眠 所以各位要养成习惯 分段睡眠 对所有的身心疾病 都有帮助 当然我们刚刚讲 最好配合 少量多餐 少量多餐 好 我们再回到失眠 我以前常跟大家讲 很多人失眠 比如说他常告诉你 虚实 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 各位 其实他有没有睡着 有 我以前不是跟他讲个笑话吗 以前我们在 那个市立疗养院 后来加成松德院区嘛 就有一个忧郁症的老太太 每天就跟护理人员吵 没有睡觉 要加门药 要加门药 我说不行啦 你的史蒂诺斯已经两颗了 你的这个FM2也两颗了 你还加上其他的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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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睡着 我快死掉了 护士应该说 你有睡着 我们去小夜 大夜 巡房之后 都有听到你在打呼 你胡说 你们进来我都知道 这话很熟悉 我妈就常跟我这样讲 你们进来我都知道 婆婆 真的你有睡着 后来他们病房 就跟他讲 不然我们来打赌一下 先讲好 不然 我们在你脸上画东西 如果你真的 睡着你绝对不会知道 你真的没睡着你一定知道 各位人家 你没有睡着在脸上画东西 当然知道 先跟他讲好 因为不能整人家 好啊 好啊 你来画啊 我都没有睡着 你进来我一定知道 就后来第二天 morning meeting的时候 就叫婆婆去照镜子 脸上七只乌龟 跟我现在讲是真实故事 以前我在精神病院的时候 那个 精神关能症的病房 我脸上七只乌龟 后来年轻人家 然后开心得不得了 每天都被他骂 每天都被他骂 所以我跟各位讲 有一种忧郁症 是他其实都有睡着 可是他一直觉得自己 没睡着 安眠药 一直加 一直加 所以安眠药 有时候其实不是致 失眠 是在作为你的神经衰弱 这样明白了吗 就你觉得你需要安眠药 有时候已经不是 生理上的需要 是什么 心理上的需要 它不是生理上的 因为生理上 其实你是有睡着的 你看 脸上画七只乌龟 是啊 所以有时候 我自己都会怀疑 我自己是不是有睡着 所以每次睡完午觉 我就问我太太 太太说 你刚刚有打呼啦 可是我可能以为 我没睡着哦 所以其实 你以为你没睡着 其实你有睡着 不是反映出你失眠 是反映出你最近在焦虑 各位听懂了没有 所以你的问题不是失眠 你的问题是焦虑跟忧郁啦 失眠只是替罪羔羊啦 来鼓掌 这样懂了没有 所以治疗失眠是没有用的啦 自失眠吃安眠药 从头到尾是幌子啦 你是因为神经衰弱 你是因为焦虑 因为忧郁 因为身心不平衡 而你才导致失眠 你的问题从来 从到尾不是失眠啦 所有人都觉得 自己的问题是什么 失眠 你的问题是导致失眠的 那个心里的烦恼 焦虑跟乌醉啦 这样明白了没有 就像我跟各位讲 典型的焦虑症 是入睡困难 典型的忧郁症 是早醒 甚至很多人会跟我说 其实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 都在做梦 做梦不就是睡了吗 各位听懂的朋友 这两个是完全矛盾的逻辑 我一个晚上都没有在睡 我都在做梦 其实你一个晚上都在睡 可是因为你最近在 烦恼前赴不出来 烦恼你的卡债 烦恼你的孩子 出了意外 对方不赔钱怎么办 所以你的睡眠反映出的是 你的什么 烦恼 这样明白了吗 从来问题都不在睡眠本身 来 各位今天开悟了没有 你们应该从来没有 听过专家这样讲 因为那些专家都只是 那一方面的专家 不是身心灵的专家 很抱歉 对 所以你们的问题 从来都不是失眠 而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从来也都不是安眠药 全世界有几亿人 在吃安眠药 各位 几亿耶 你知道吗 而且这几亿人 还不是吃一颗 来 再做安眠药 吃一颗以上的请举手 不是吃一颗的 别拍死举手啦 我看都是四五个了 各位 各位吃四颗的 你知道吗 四颗FM2的 我都逛要他减 我会减 各位 好像要他的命 其实不是睡眠问题 是他人生好多痛苦 是啊 所以真正治疗失眠 一定是治疗你的 焦虑跟忧郁 绝对不是治疗失眠 但是很多个案来 就跟你告诉你他失眠 可是他的问题 从来都不是失眠 就像我刚刚讲的 多梦也是一样 有的人是睡不安稳 睡不安稳 有一种失眠 就是入睡困难 常常要躺一两个小时 甚至两三个小时 有十二点躺 躺到三点才入睡 或躺到四点才入睡 各位 你认为是睡眠问题吗 不是 是他的焦虑 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父母又逼他去找工作 太多的烦恼 有一种睡眠 是浅眠 有没有 一下子奇怪 一下子奇怪 这包括我们讲 社务线肥大 或女性更年期 有没有 所以一两个小时 就起来一次 但是我刚刚跟各位说过了 一个周期的睡眠 完整周期多久 一个半小时 所以睡眠不是这样 一直睡下去 睡眠是 深睡 有没有 起来 深睡起来 睡眠是醒醒睡睡 睡眠本身就是 醒醒睡 你们有没有 半夜起来 上厕所过后来 又忘记了 有没有 就闭着眼睛 昨天 你昨天又起来上厕所 你知道吗 你眼睛都闭着 你怎么会知道 龙虎的意思 有一种失眠 是 醒醒 睡睡 那只是一般人 他醒到快醒 他又睡觉下去 你是真的 醒过来的 因为什么 焦虑 焦虑什么 焦虑 白天的工作 没做完 现在事情 没处理 要怎么 可以这样知道的意思 焦虑 老公 万一不回来 怎么办 外面那个女人 肚子大了 到底要不要生 要生还是不生 来 各位 这样明白吗 你在想这些东西 最近订单少了 像我最近大陆的同学 因为 最近大陆的经济 有一点比较 迟缓 然后资金 收紧 他们的税 也开始在 在收紧 所以之前的那些 比较 碰轰的企业 有没有 靠着周转的 靠着这个 这个 虚 浮夸的企业 或是有 要 吸收资金的 像我大陆的学生 他本来 他的 公司要上 那个新三板的 就类似我们的 上柜的概念 结果现在 他那天跟我说 其实我的投资人 要 把那个 两千万拿回来 人民币 有个案子 两千万要收回来了 大概就是一个亿 的新台币 那他没有嘛 就告上法院 那接下来可能 房子车子都要查封 连工厂都要查封 那我就说 你现在债务 就是两千万吗 他说 学师不是啦 另外其他的 算一算 另外还有 大概五六千万 那我说 你五六千万加起来 那不就七八千万 他说对啊 那你最近睡得好不好 不错耶 为什么 有在听冥想 因为他跟学师学 赛斯金马已经学了 六七年了 他真的跟我说 学师 我要是没有学这些东西 我早就死了 我早就死 你想想看 六七千万耶 成五耶 来多少了 三四亿耶 三四个亿了 新台币啦 现在可能工厂要查封啊 房子车子可能都没啦 对啊 在主还会不会放过你 还不知道啊 是啊 幸好他 心灵上他有力量 他有力量 因为 学师每天催眠他 无可救要的乐观主义者 无可救要乐观主义者 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 我们是来地球 出差 旅游 学期 考察 兼玩耍 对不对 然后我们打从地球 来到地球 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地球嘛 来 在座有没有谁要 打算活着离开地球的 没有嘛 我们自从来地球的第一天 我们就怎么样 就没有打算 活着离开地球 是吧 他就耳濡目染 觉得 反正就这样子嘛 大不了 一无所有 而且 许师还跟他说 没问题 你真的没有饭吃 来台湾 到赛斯村 赛斯海 养你 养你 没问题 学士不会让我们的学员饿死的 是啊 好 那他心又安了 心又安了 好 所以我刚刚回到睡眠 有一种睡眠是 你本来应该到 快醒阶段 又在入睡 他就真的醒过来了 那醒过来 一两个小时 睡不着 问题 也不是在睡眠 问题在什么 焦虑 每天要上班怎么办 我可不可以退休 明明要退休了 还再去买一个房子 两千万 贷款一千万 本来可能 再两年就可以退休了 再两年 比如说五十五岁 再两年就退休 像五十三岁嘛 现在可能要到六十五岁 还要变十二年 本来再两年变十二年 来 心情有没有不一样 一想到 又睡不着 你想到要睡不着 各位 所以什么叫睡不着 是你挂着 日常生活的琐事 你没法做怎样 心安 回到内在宇宙 明白了吗 你快要入睡 就说 功课没写完 醒过来 快要入睡 吃票夸进去怎么办 又醒过来 快要睡着 儿子还在外面 会不会发生车祸 又醒过来 你们下个又要结婚 嫁妆不够怎么办 又醒过来 你知道什么吗 我是不是很外演 这样我明白吗 就是我们说 睡不着 纵使睡觉了 那个自我意识 就像闹钟一样 摆着醒 不行 功课没写完 报告没交 没弄出来 明白吗 然后有一种 就是早醒 我刚刚讲 入睡困难 心情碎碎 然后多梦 各位都多梦 台湾叫刷流亡 就是乱七八糟的梦 下次梦要卖牛肉面 一下梦去杀人 一下梦去找 要考试 各位 我们最喜欢这种 又要学校考试 有没有 我前阵子也在 又是在做梦 梦到去考试 每次都梦到大五大六 就是 考试又没准备 你都不会梦到 准备很好的 去考试啊 你只要梦到考试 都是什么 都一定是没有念好啦 都没有念对不对 你们有梦 做梦 准备得很好 看了好几遍 又复习 然后准备了充分 去考试的梦吗 有没有 都是梦到那个 连准备都还没有准备好 可是 行外就是 疯了 我都五十二岁 还考什么试 我这辈子 最后一次考试 都是二十几年前的 二十几年前的 我要考什么试 都三十年前的试 有没有 各位 考试代表什么 人生的没个什么 关卡 你又遇到事情了啦 有没有 就一个testing testing 有没有 testing就是 test 试验啦 你最近又遇到难关了啦 不管是 生意上的难关 婚姻上的难关 亲子上的难关 有没有 或楼上漏水 不理你的难关 或买个房子 买到一个漏水屋 有没有 想怎么办 怎么办 又醒过来 就刚讲 没事 你已经在入睡咯 可是那个自我 有没有心安 自我就给你叫醒 给你叫醒 因为你最近在烦恼 下个月 房租怎么办 房贷怎么办 房子的贷款 有没有 或是 如果真的老公 跟那个女人跑了 我能养活我自己吗 好 如果 到底 爸妈走了 我要怎么面对我自己 会不会孤单跟寂寞 来 各位 了解吗 所以这个 所有睡眠的背后的问题 都是因为你在焦虑跟烦恼 好 包括我们讲早醒 各位 本来应该睡到 比如说六七点 甚至七八点 你如果有事 四五点就睡起来 来 有没有 是啊 你如果有事情 你一定四五点就醒过来 那喜欢在那边想 来看着天花板 各位 很多人跟我说 其实我都没有在想 你有没有在想 你都嘛 在想 你在潜意识想 知道了吗 是 很多人跟我说 我什么都没有在想 我就是睡不着 哪有 你是 想到已经都 保险室都断掉了 你才没有在想 你当然在烦恼啊 他已经变潜意识 自动化思考了 因为你已经忧郁一辈子了 有没有 好 那 忧郁典型是 三四点 再早一点三四点 比如说 十一点睡 三四点醒来 各位 那三四点再也睡不着了 眼睛就 不知道干嘛 到天亮 好 那以前我跟大家讲过 有时候 失眠 不是因为 你 事情很多 是因为你不知道 醒过来要干嘛 包括有些人退休哦 时间太多 太闲 有没有 他就跟我说 徐氏我现在都 一早四五点醒过来 眼睛就睁到天亮 那我说你在干嘛 我在想今天要干嘛 他完全失去 生命的重心 所以有一种失眠 不是因为你太累 烦恼太多 是因为 你都没有在烦恼 你的烦恼是因为 你都没有事在做 因为你已经 飘飘荡荡了 不知道活着干什么了 失去 生命的 重心跟方向 很多老人家的失眠 都属于这一类 对啊 很多老人家的失眠 都属于这一类 所以安眠药的特质 是什么 安眠药就是一半 把你打昏的概念 叫你停止烦恼 停止在脑神经衰弱 的概念 是啊 所以何卫他刚讲 有时候 失眠是因为你 事情太多 不知道怎么办 有时候是因为 你醒过来 你失去生命的重心 比如说 你退休了 比如说 还是长大了 比如说 还是出国了 比如说 你也觉得自己 也不需要去赚更多钱 你也够 可是 你真的就不知道 自己接下来要干嘛 无聊啦 无聊 想赢 对啊 太闲了 因为生命 它一定要有一个重心 生命 必须有个追求 生命 要得有一个奋斗的方向 是啊 说实话 像我看我妈也是 她也是一辈子都在失眠 对 现在她真的也 找不到一个生命的重心 好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一个 美好的生活是什么 你能够 白天尽力而为 有一个挑战的方向 跟目标 然后晚上睡的什么 很香甜 而且每天晚上的睡着 都在期待第二天 因为赛斯讲过小朋友 小朋友 永远在期待明天 对吧 永远在期待明天 明天我可以去哪里 明天我可以 多怎么样 明天我可以学习什么 明天我会 有什么不一样 有没有 小朋友 永远在期待明天 而老年人 永远在回味过去 来是不是 都在回味过去 可是各位 你有明天吗 你当然有啊 你当然有啊 是啊 你当然有明天啊 只是你没有去 好好地运用它 小朋友永远都在期待明天 而 有时候成年人跟老年人 永远期待明天不要来 来各位 有没有发现 这个心态不一样 是啊 好 我再回到失眠这件事 每个人多少都有失眠的问题 像前阵子 我稍微有几天睡不好 刚讲 跟卫生局的事情 还是要请同学帮个忙 因为大家都新北市 在帮 你们可以上那个 赛斯身心灵诊所的网 的那个FB 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资料 简单来讲就是 许医师要成立一个 我现在诊所在七阶 在五阶另外成立一个地方 结果我花了五百多万装潢 做这个坡道 无障碍空间 然后打电话去 新北市卫生局问 录影档上面都有 说没问题啊 走路二到五分钟 你们确定好了 就到卫生所办理就可以了 然后说要不要送公文 不用不用 你们装潢好了 能不能确定了 就到卫生所办就可以了 结果后来 全部装潢好了 花了五百多万 包括整个阶梯全都打平 为了轮椅进出 公文下来跟你说不行 各位你有没有傻眼 后来跟那个监察院陈情 监察院就回了个函 各位就打脸卫生局 说你明明跟人家说可以 你为什么违反诚信原则 各位监察院不高兴了 但那张公文我不能让各位看 因为他是保密的 监察院不高兴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 赛斯身心灵诊所呢 各位 然后那天 我们那个报纸出来啦 卫生局的 卫福部的师长说话了 卫福部的师长说 这个没有问题啊 走路五分钟内 业务需要 都可以同一个负责人 同一家诊所啊 卫福部说没有问题 你卫生局为什么要刁难人家 而且你还卫生局 事先答应人家 所以 怎么可以欺负人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对啊 怎么可以欺负人啊 各位 他唯一欺负人就是什么 反正我就是你的主管 昨天记者会我有讲 有一种不过叫老子不让你过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有一种不过叫老子不让你过 各位 他现在就觉得 他定条 他就是死活不让你过了 因为你冒犯到他的官威 你知道吗 是啊 对不起 我觉得这时候 真的你们认同这个部分 你可以去 我们这边 所有我们做都做 各位 因为你们是新北市的市民 你们上那个赛斯 身心领诊所的FB 上面都有资料 录音档的资料 公文的资料 都可以 用市民的身份去申诉 写给侯市长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被蒙蔽了 他可能被蒙蔽了 用市民的身份去申诉 那我讲这件事情是 告诉大家 前阵子我睡不好 我在举例子啦 睡不好 对 因为 你怎么可以这样被欺负 对啊 像有时候这样的学员 他怎么来看我 各位 他来看我怎么办 各位你知道的意思 他真的有来看我啊 不是没有啊 他现在诊所怎么上去 有三层阶梯 他建电梯 还出电梯 还建电动门 各位 怎么来看我 本来卫生局就叫卫民服务啊 是啊 那就因为他是你的上级长官 他说不过 一种不过叫老子不让你过 监察院也不高兴了 卫福部也不高兴了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卫福部的司长说 人家业务需要啊 而且本来 二到五分钟就是通责啊 而且我们只要走路三分钟而已啊 而且还是为了服务产障患者的 你怎么理由不让人家过 各位 很生气呢 而且都躲在后面呢 这样欺负老百姓呢 难怪我会睡不着 关于是吗 失眠这件事 各位 是啊 好但是心理上就要调试 第一个 你要全力争取 第二个 最后如果没有 也就算了 但是我不相信没有 我不相信没有 对啊 好我现在先暂时 先成立心理治疗所 可是为什么许一世不能看诊 为什么我不能去 来明白了吗 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安我们的心 各位就是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全力以赴 要不要执着 能够表达情绪 好又不是 好去 伤害自己伤害别人 明白了吗 好所以我觉得 关于失眠也好 他回到的是我们如何安定我们的心 安定我们的心 然后如何让自己是有力量的 好 所以关于这个新北市卫生局的事 来 如果各位愿意的话 上那个赛斯身心灵诊所的FB 上面都有所有的资料 那麻烦 用民众的力量写给侯市长 写给侯市长 让他知道 为什么 你底下的官僚可以这样欺负人 明明是你们卫生局说的 而且不是我在那边闹 是他打工我这样做 他打工我这样做 他打工不行 各位 所以不要再失眠了好不好 生完气就好了 不要把自己身体气坏 好回到我们的心安跟自在 好不好 那我们先讲座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